稍後我們將邀請座談主持人陳文亮教授來做擔任 以及歡迎我們今天所有的講者擔任語談人 我們要邀請李秋瑩科長、沈宣服總經理、高壯淵總經理 以及陳新鎮經理和我們一起盡情精彩的對談 而在對談的最後呢 我們也會開放線上我們上百位的與會者來進行提問 若你有問題想要詢問我們的講者以及主持人 也歡迎您將問題以文字的方式打在聊天室中 在我們研討會的最後呢 會由座長來協助單位發問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交給座談主持人陳文亮教授 以及我們所有的語談人 是,謝謝主辦單位讓我有這個機會擔任座長 各位語談人大家好,我是陳文亮 今天其實我們有幾個議題 就是會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也就是說在智慧農業底下呢 到底怎麼樣去實際上去解決 然後對於未來的挑戰呢 怎麼樣去面臨 那我們就一一的來跟大家來討論一下 跟大家探討 比方說第一個議題 在智慧農業上面的前景的趨勢上面來看 如果說生產的環境發生變化 也就是說全球暖化跟集團氣候頻率增加的時候呢 那怎麼樣去因應 然後去抵禦這些挑戰 那在智慧農業科技上 會有哪些潛在的應用方向 然後對於在進軍國全球的一個來看 可以發覺怎麼樣的危機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大家應該都有 在演講當中都有一些見解 那我們現在先請我們的海伯特的一個陳經理來協助我們來回答這個問題 好 謝謝陳教授 這邊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覺得在台灣 台灣本身就是一個高溫高濕的一個環境 所以在這環境裡面本身就對於病重壞是一個高風險的區域 那全球暖化以及極端氣候其實是增加的這個風險 那也會去影響就是作物的生長的狀態 那如果我們的農業的在中國是沒有改善的話 其實是很難去抗衡這樣的外在環境的變異 那在台灣過去在這近百年來 其實因為氣候變遷的關係 所以年均溫上升的約1到1.5度左右 那對於昆蟲來講說 越溫暖的地方或者是濕度偏高的狀態 其實他們是會過得更優渥一點 所以昆蟲是在在上升1到2度左右的時候 他們其實一年的世代量會增加1到3個世代左右 意思就是說就是病重害的風險就會增加了 那相同的病害的風險也會增加 因為在這個環境裡面就是一些病害啊 或者是真菌類或美菌類的病害風險 也會因為溫度提高了 濕度提高了然後就上升了 那過去在一些冬季才會 冬季不會出現的病害 那在春秋兩季才會出現的病害 其實逐漸的在冬季也會出現了 那當然夏季的病害也會跑到春秋兩季去出現 那會造成說就是作物的產出量 可能會沒辦法跟上人口的成長的幅度 所以我認為就是智慧農業就是為了要解決這些問題 那智慧農業的話 其實智慧農業的這些科技就是把一些IoT的 AI影像系統搖測這些科技 給綜合在一起應用到田間 那有了這些科技應用到田間 我們才會有一些數據 那有了數據才會有模型 那有了模型我們才可以去做一些應對的對策 那也才可以再把我們就是學研單位啊 或者是農改廠改良廠 他們花了很多時間的一些所建立出一些載重模式 導入進去來做一些輔助的對策 才能夠有效的降低說作物在載重過程中 就是這些天候跟病寵害造成的風險 那這些專家系統中就是無論如何就是都是屬於像是 我剛才提到的IPM就是病寵害整合管理 或者是ICM就是作物整合管理這部分 那這些基本理念其實就是包含了我剛剛提到的就是監視調查 整段建定一直到了選擇防治及成管評估的這些項目 但是這些項目其實都要建立在數據收集 那有了這些數據才能有模型才能導入專家系統 所以其實台灣近年來就是包含了電機資工土木等科系 跟生農學院其實很密切的在合作 要把智慧科技放到智慧農業裡面 那有了數據的資訊化 然後資訊在智慧化到這些項目上面 我們現在就進入到了就是剛才老師一直提到 老師提到的就是農業4.0的部分 必須要農業3.0 2.0 1.0做得好才有辦法 所以我們下個階段才能夠踏入農業4.0的智慧的普及化 那農民可以實際的去使用這些智慧的模型 那成效的跑出來 那這些落實了IPM跟ICM的整合管理辦法 才能夠去抵抗這些氣候事件的變異 那自然效益出來的那轉機就會出現 那以上的話就是我一些個人的想法 謝謝 我們剛剛那個陳經理他所提到的其實有幾大的面向 第一個當然因為面對極端氣候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很迅速得到氣候的相關的資訊 還有植物所feedback的一個資訊 所以前面的感測就相對來的重要 那收集完之後就會到後面來會做一個預測的模型 那預測模型完之後他就會採取會做出一個預測 比如說預測病害 預測蟲害 植物的生長的未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後續的時候就會必須要有一個決策 所以就是有預測 然後再有模型的AI的判斷完之後 接下來會有一個決策 你就必須要採取哪些 那這幾下其實就會延續到說我們的科技業者會怎麼樣去導入 比如說田面的田津感熱器 田津感熱器除了現有的之外 是不是有額外的技術 或者是像現在PM2.5很嚴重 是不是把PM2.5的這些全部都要導入 那像我們福田科技 其實他有在為了解決極端氣候底下 他用採用氣根的方式 然後去做 然後像我們在用無人機的業者 他到底是不是可不可以結合這個氣候去採取的後半段的response 那這個其實就是在最大的一個決策上面 就是決策的端會有前面的感測 預測完之後會下一個決策 所以在這個底下就可以 我覺得我們在台灣底下會有 整個產業是非常鏈結的很好 變成要把這三端結合在一起 就如同我們嘉義縣政府剛剛一直提到 從問題端去解決 然後再統一的去配合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有效的去進軍國際 那不曉得再做的有沒有 與台灣有沒有要補充的 那沒有的話 那我們再進入下一個部分 是說那也是跟極端氣候有關 那現在在永續的供應鏈的生態鏈上 那現在大家都在談論的是永續這一塊 那其實在ESG這一塊在國際的投資決策 其實是越來越多 它不只是在講的是SDGs 現在其實在ESG方面 會未來在銀行上面 其實投資業者會看中這一塊 所以在發展食品健康 這個達到永續供應鏈的趨勢之下 那怎麼樣建議我國在產業 應該採取哪些重點 那才符合國際的潮流 那我們請古田科技的沈總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謝謝 是 大家好 其實氣候變遷呢 已經造成了食物短缺 生產的難度 還有成本提高 使得每一個都市呢 它必須要在它有限的空間資源 去創造最大的農產品的產量 這樣的都市農業呢 就應運而生 比如說水耕的植物工廠 氣污耕的戶外的環空溫室 那其實2015年的時候 聯合國在它的永續發展目標SDG這邊 它已經將永續農業直接標定 列為第二項最重要的一個目標 那歐洲呢它的環境科學專家 它也在陸陸續續的提倡都市循環農業 那主要就是針對這次的熱浪 因為如果熱浪啊野火啊森林 清洗整個住戶啊 連人都沒有住所 何況是植物 所以這個循環農業它的目的 就是把農業生產 生產鏈它所使用到灌溉的用水 用電用地 我們利用科學的方式 讓大家整合起來 大家的能量 想辦法把用水用地用地用電降到最低 那如果這樣的目標達到的話 基本上都市農業呢 它就是朝著永續的方向去發展 那根據NASA的實驗 我們看到了器物更多 不管是省水省地省電又省錢 其實是非常適合台灣六都 作為重點發展的一個方向 以上 很謝謝沈總的分享 其實在永續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在台灣這邊來講 包含整個地方政府 或者是中央政府一起可以來努力 除了剛剛沈總提到的 在食安問題上面 其實用水用地 包含省工省食這個部分 如果說我們在整個業者上面 它可以用像IoT上面 很精準地去計算出說它的用水用肥 用量是多少 它可以節省多少 比方說我們現在的稻米上面來講 就有很精準的 它可以算出它節多少的水 節多少的肥 那這樣子的時候呢 創接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達到說 怎麼樣把這個生態鏈給創接在一起 而且達到食品安全的問題 那這個其實我一直認為說 在台灣這個量能是非常的大 我想說這也是大家一起要共同努力的一個目標 我們就謝謝沈總 那不曉得各位與台南還有什麼樣的建立呢 那沒有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在下一個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在國內的製農生態的一個建立 其實現在在農委會跟農事所 他準備記錄第二階段的製農生態的一個補導階段 所以現在在建立的是一個製農生態圈製農生態系 那製農生態圈跟生態系面臨到的第一個就是 其實剛剛我們科長一直有在分享到的落地的擴散 那在資通訊的整合上面來講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 兩端都有一些溝通上的問題 所以他遭遇到的什麼樣的困難 怎麼樣去克服 才可以讓這樣子的成果實地上落地 那當然其實投資上面 資訊上面的一個投入 大概要怎麼樣才能夠讓農民 沒有負擔的狀況底下提升這個科技 這其實當然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在 可是我想我們科長這邊應該有相當大的 剛剛有提到 所以我們這兩個先請我們科長來跟我們解答一下 謝謝老師 那其實不管是科技設備或技術 或是我們現在講的智慧農業 其實在台灣推動已經不是一兩年的事情 那既然已經推動這麼久 有這麼多的技術設備廠商的投入 學員單位投入甚至是政府的投入 那為什麼農民在使用上 沒有馬上就看到說有成果 大家願意去用 其實他就是這個技術跟設備的可用 要走到願意用跟好用 其實是有一段距離 那我們現在其實就是在努力 怎麼樣讓他從可用到符合農民需要用 我們才會透過去了解農民你到底需要的是什麼 所以其實我們其實一開始在講智慧農業 智慧技術和設備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這個設備可以怎麼用在農業的方向去做思考 反倒不是去解決農業的問題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東西好 有一個就是人家會講說 有一種冷叫做媽媽覺得你會冷 所以我們現在有時候在推動這種智慧農業 也有點類似這種感覺 就是政府覺得我們現在智慧農業應該要走 這是一個趨勢 但是農民沒感覺 他會說我現在就過得好好的 我為什麼要增加這些資金去做投入 所以我覺得我們才 所以我們講說落地擴散其實是要用給他們看 就是讓農民有感受 就是小孩覺得不冷 媽媽覺得冷 那小孩你就出去看看 是不是真的天氣涼了 是不是應該多加電液 所以就是要讓農民去了解到智慧農業對他們協助是什麼 所以我們才會用一些實際的案例 不管是跟我們技術廠商的合作 然後甚至是跟農民的合作 但是出發點就是要解決農民的問題 這是在我們台灣實際落地擴散的重點 就是解決農民的問題 但是它會有兩個面向 就是你在解決農民問題的時候 你可能這個技術跟設備是可用的 但是另外一個是你要讓這個技術跟設備可用 其實還有前面的一些研發階段 所以我會覺得是會分成中央應該做的 跟我們地方應該做的 中央應該做的可能就在研發 然後跟這些設備讓它怎麼變成是可以用 在農業上面怎麼去運用 應該是有一些合作的專案 所以我知道其實農委會有相關的專案在推斷 然後我們地方政府在做的是 因為我們跟農民比較貼近 所以也許我們應該是可以站在農民的立場 去跟我們的技術設備業者去做一些溝通 怎麼讓這東西引進到我農業是符合農民需要用 那當然一定要有一些實際的暗場去試運作 運作完你才知道說我要怎麼去做微調 那勢必還是要再走到一段路 才會變成是好用 所以就是怎麼從可以用變成需要用 他願意用 然後再走到好用 這是我的一些想法 太棒了 其實這個部分就是一直我們在推展的一個東西 叫做你要做到的不是只有nice to have 是must to have的東西 其實我們也一直在跟業者一直在溝通 也一直在溝通這個事情 如果你創造的是nice to have 沒有人會理你的 要創造的是must to have的這樣的一個價值 那另外一個點就是說 在科技的這種導入的時候 設備的投入是相當大的 那怎麼樣提升它的value 我想這一方面部分 我們請補填科技的省總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 其實謝謝老師 我們非常贊同理科長跟陳老師這邊的想法 其實我們認為善用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以及當地的農會 尤其是農會的場域 它能夠建置一個小型的POC 做一個在地的demo 那這樣的場域呢 環控溫室比方說 因為就像剛剛講的 有一種惡教的阿嬤覺得你很惡 但是我們的農民呢 如果不到他惡到不行的話 他不會想要must to have 他只會nice to see they don't care 所以如果現在的冬天 大家都知道冬天 我們的蔬菜大大處 隨便種 閉著眼睛種 到處都有 可是現在夏天提前 現在6月我們就開始開冷氣了 那未來的冬季是縮短 如果雲加難 他連冬天都產不出 大廚的菜 那個時候就不是阿嬤 感覺你咬你咬你咬 你真的就是must to have 所以我們認為說其實以農業來講 他一定要有一個POC demo 作為解說和比較的場所 那最好就是地方政府 因為農業是最需要眼見為品 如果他看不到他是不會相信 所以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剛剛都提到的是怎麼協助農民 在提高他生產量的部分 降低成本 其實我們認識非常多的青農 他們最大的痛是後面的包銷 所以我們認為說其實農會產銷系統 應該要善用農會的優勢 第一個不管是陳老師的IoT 或者是曾經理的或者是嘉義這邊的智慧平台 這些設施是不是可以藉由銀行體系做以租代購的模式 他每個月只要付幾千塊錢 他就真的是must to have 因為非常小額的支出 用以租代購我沒有買我只是租的 就像我去吃Buffet 我是杜老爺的冰箱 我一個月租才1000塊 但是杜老爺會準時把冰淇淋送到我的店裡面 我一點都不會感覺有成本支出 這個時候以租代購 就輕輕鬆鬆啊 不關腰不腰他都會去吃啊 因為不用錢嘛幾乎是不用錢 那第二個 這樣的模式可以減輕農民的負擔之外呢 後端農會可以的話 應該要扛起他農作物產出的包銷 因為這樣子才是一條農 我種了我按照政府的或者是農會這邊的指導 我大廚了 不過我不會有什麼 我如果賣給全聯或者我賣給加勒夫 我要被抽三成到四成的上架費 那我要拿到我的貨款 我要90天到180天的票 阿娘威不用等阿嬤啦 我自己我就倒了 所以呢我覺得要提升農民 對新的技術的好感跟接受度 除了在地中央政府的demo以外 最好是能協助農民做會後產出的包銷 那以上 我想剛剛申農表明出來一個問題 其實就如同剛剛我們在講的那個 制農生態店一樣 那生態圈 那重點就是在後面的銷售 銷售會帶動整個 其實會帶動整個智能的一個科技的上面的投入 那這個其實也是沒有錯 那其實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你也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要有demo site的概念 像我們自己在導入制農的時候 我們都跟團隊講說 你至少都要自己有個demo site 那demo site完之後 你才知道說農民要的是什麼 那農民來看的時候 你也才講得出來 讓農民聽得懂的話 這其實剛剛其實在各位的 與談人這邊 其實都有聽到這個重點 那另外一個重點是在於說 以豬代豆的時候 這個可能就必須要我們科長 這個地方政府可能要協助去協調 因為這個part 我知道銀行業者那邊 其實他不知道怎麼樣去作駕 他的農資這個part 因為他必須要有個抵押品 抵押品完之後 才可以會把你去借貸出來 那因為這個部分會牽涉到銀行後面的管理 這個可能是中央跟地方政府 可能可以跟農會去做 因為他至少有個信貸 那邊可以努力的地方 然後讓降低農民在入門 製農入門的一個方案 我覺得這個是蠻好的一個建議 那我們就謝謝沈總 那下一個部分 有沒有各位的與談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建議 或者是我們在產的來賓 如果有建議的話 再麻煩你留言一下 那另外一個其實蠻重要的一個點 我們要進入的是 在資訊的一個渠道裡面 我們建議自農廠商跟農民怎麼樣溝通 這其實我們現在推廣 我想各位的業者 包含陳經理或者是我們其他的與談人 都很清楚 尤其是科長這個面臨第一線的 廠商跟農民講的話 其實有時候是對不上的 所以剛剛你會看到說廠商在講說 我的東西多好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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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都聽不到 就像我剛剛那個後面 剛剛在秀的那些模型 每次出去演講的時候 農夫到最後只有舉手說 你可不可以讓我用的意思是一樣的 好 那這樣子的狀況底下 要怎麼樣建立去從 這個哪些透過哪些的管道 跟政府合作 建立這樣一個製農生態系 我想這個問題應該是會請我們科長 來跟我們回答一下 謝謝 好 謝謝老師 因為關於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在地方 我們其實很早就面對到說 怎麼把這個資訊社 資訊的部分跟農民的部分做結合 那怎麼去協助他們能夠溝通 所以在我地方的立場 其實我才會去成立這個 跨域整合平台 因為等於說裡面有很多翻譯官 產官學研都有 所以不管是誰進來 你講的話 我都有專家可以幫你去翻譯給農民聽 甚至我裡面本身就對智慧農業了解農 他也可以溝通 所以我們今年也會針對這個跨域整合平台 在做一些延伸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專線 農民也可以來這邊做諮詢 那技術業者也可以來這邊 尋求合作 就是透過這個平台來做整合 然後另外中央的部分 因為我有提到說 我地方在做其實是比較偏向於實際運用 但是其實這位農業在農業上的運用 其實還有一個前置作業就是 怎麼去做到研發變成可用 可用的部分 其實就可以找農委會合作 因為我知道農委會現在其實 雲世代有很多資源和不同的專案 其實是可以合作的 然後甚至是由技術業者跟我們的學員單位 去共同提案 我覺得這樣的合作就是 技術業者可以他的技術跟設備 然後我們的學員單位 可以有這些know how的一些農業相關的知識 我覺得是要這樣子做 所以中央就是針對研發 讓這些技術在農業上面是可用 然後我們地方政府就是把這個可用的技術 去跟農民溝通 讓它可以變成是願意用到好用 我覺得是中央跟地方 我們可以有這樣子的運動 謝謝科長 其實這個部分我覺得 我們要幫農委會那邊跟大家宣導一下 其實農委會那邊有很多的資源 我們業者其實也可以去做使用 農民也可以去做使用 就剛剛科長提到的一個是 就是業界參與一屆科專的計畫 這就是在整個希望業者參與研發 那另外一個叫做擴散計畫 擴散計畫就是希望藉由研發端的成果 再往地方的去做擴散 那這個擴散計畫就是要直接落地了 就不是只是在雲端上面空氣中在講的 所以這幾個其實我們當業者直接跟中央政府去做 兩個互相協調之後 再跟地方政府配合的時候 就直接第一上就可以直接做落地 所以這個管道我想 業者應該是可以直接來去做 直接做會比較快 因為其實政府那邊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都有相當暢風的管道 尤其在智農這一塊已經虧了 我們養主長還有我們農事所 農委會都虧了 已經前四年 現在又有後四年要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現在其實一直在努力 應該可以往這方面去把兩個部分串結在一起 它的溝通管道是相當的暢通 只是說在溝通上面 就要如同課長講的 到底農民到底需要的是什麼 這要實際上要跟農民去做溝通 而不是在研發的時候都已經在空氣中 在雲端上面 這是有時候我們在怕的時候 就怕的是這一件事情 那接下來就是有遇到 就是在數據共享 我想這個議題 業者也可以發言一下 然後不是只有等一下是中央單位這邊 說到底有哪些的數據 也就是在虧展資源融會底下 哪些數據是關鍵的 然後建議我們會採用哪些 我們希望說哪些會成為農民大數據 講白了一點 就是如果各位今天我們所收到的數據 怎麼樣能夠把它share出來 給大家去做使用 就是數據共享 那這邊我想先由大家來去分享這樣一個概念 我們先請我們科長來 然後最後我再來做一些總結一下 來 好 其實我們在推智慧農業的時候 農民第一階段其實都會想要去裝一些生蛇 他想要知道他場域環境的一些氣候狀況 去協助他做一些生產管理 所以我們一開始在接觸智慧農業 我們陪著農民接觸智慧農業的時候 我發現生蛇廠商很多家 生蛇價格高高低低差很多 那有些生蛇可能可以用很久 有些生蛇可能沒多久可能就要換掉 所以那時候我們其實也有跟業者提出一個概念 就是是不是可以把我們這些氣候監測 生蛇的數據有一個共通或是標準的流通方式 就可以用同樣的模式去 或者是有一個平台去做轉換 那有可能我農民遇到我今天裝A廠商的一些生蛇的時候 我覺得我想要換B廠商 導致我A廠商的資訊 我在B廠商完全讀不到 然後我們地方政府也認為說 我開始有輔助案的時候發現 我可能很多農民會需要裝一些氣候站 微氣候站 每個地方都有微氣候站 搞不好兩個農民申請的案子還 就相邻不會很遠 而且都是戶外型的那種氣候站 我有沒有可能把這些資訊 變成一種公共的資源 讓就算沒有裝這些微氣候站 你也可以了解他 跟坐地附近的一些氣候情形 可以協助他去做管 那我覺得這個是需要去做的 但是你又擔心每個的那個氣候站 或監測的品質不一樣 也許你收進來的反倒是不能夠用的 所以我覺得怎麼把這些東西整合在一起 其實我還蠻期待這個數位發展部 成立之後 在我們的農業部分也可以有這方面的著力 協助我們針對農業的一些監測資訊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共通的一些標準 怎麼去呈現 那這樣的東西如果能夠做出來 我老實說 不只是我們的技術設備業者 我們的學員單位也可以去做運用 可以對於我們現在很多想要把 智慧農業做到一些生產模式的建立 但是就是大數據不夠 那如果這個部分能夠集合起來 我覺得我們的進程應該可以更加速 這是我的想法 就是希望這個數位發展部成立之後 一對農業的部分也可以有一些運作 就是在這方面的一些處理 我們謝謝科長 那其他我們業者有沒有 其他與團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其實在農委會 就是現在他們 因為前一陣子我們有跟他們開會過 農委會現在有 它有一個公共平台 那個平台但是呢 主要就是要讓大家把所有的資訊 都往上傳傳到中央 可是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規格不一致 什麼叫規格不一致呢 就是呃 曾經你要很清楚 還有那個我們高本應該很清楚 你在傳書上面的一個規格 那個規格不一致的時候 你是沒辦法串接的 所以現在我們在制定一個東西 是說要把這些的規格 從農委會 就是我們李一平民 叫做現在主導這個部分 要把整個農業上面的 Sensor上面的感測器 統一要標準化 不是感測器 要是規格 它傳輸的數據的那個規格 比如說它到底要什麼 要傳輸方式 這個東西要傳上來 它把數據標準化之後 然後傳到中央上面去 所以這樣子的時候呢 大家就可以去使用 這樣一個大數據 就剛剛科長提到的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中央已經在努力 就希望可以把這個東西做到 那另外一個部分底下就是 其實講到的這種數據共享 就要看業者 願不願意提供了 因為科長您剛剛有提到 不同的公司 有不同的一個感測器 其實那個對於我們 在做自通訊的人來講的時候 只要你把API 也就是串接的東西 直接串上來 我們就可以做 也不會去影響到公司的內部的 它的code 或者是它的核心 可是呢 它要願意提供出來 那為什麼業者不願意提供 其實有幾個面向 第一個是 當業者今天 他如果自己沒有 自己可以有辦法寫code 這個人群的時候 他又必須花很大的力氣去做 那是會大的一個研發成本 然後接下來如果說 接下來這第二個問題就是 他願不願意share出來 因為他可能是 那個是會它的一個核心 比如說我們剛剛那個我們的省總 他願意把它的所有的diameter share出來嗎 這個是很大的question 所以其實有時候這個就是 中央跟業者上面要有點協調 那如果說這個東西 像這種資訊 如果可以開放出來 對於我們高總這邊 他在飛無人機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去嫁接到這個東西 他就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 只要把它串接進來 就有相當的資訊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在 盟委會其實現在在做 他只是他其實 他的想的是說 我們不會去干涉到 你今天公司的power meter 只是大家最近 基本在用的那些sensor 他要希望能夠先 能夠用標準號去互通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要做得到 不然我們現在不會 氣要發生上去的時候 其實他預測是45分鐘就可以 預測得到 那這些資訊其實都是可以共享 我想這個是我跟大家報告的是說 我們中央政府其實在那邊 其實都有很努力的在做這個事情 那未來一定會 我覺得會做得更好 這是我幫我們農委會的長官 還有我們農事長官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不曉得說 對於他們還有什麼樣的 對於這個議題有什麼樣的建議 因為這個其實蠻好的 也會牽涉到 假設我通常 時常在講說如果要把公司的老本 挖出來的時候是不可能的 可是有一些 共通的資訊的話 我覺得大家又有點open mind 是說 他不是你的那個model 絕對不會把你挖出來 但是呢 他的一些基本的這些東西 如果大家可以release出來 共享的時候 你會獲得到的會更多 我想這個事情是大家可以去思考另外一個 然後可能未來的business model 會更多 因為這個是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生態鏈 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那個部分 那不曉得各位議題有什麼樣的一個建議呢 或者是我們在場的一個 是線上的好朋友 那沒有的話 有嗎 沒有的話我們再進到一個 就是現在第三個其實在輸出 在業者國際輸出的一個挑戰 這兩年來其實應該 如果我們都是打國際市場的時候 會面臨更大的挑戰 就像前一陣子 我們在兩年前 差一點我就被關在國外 就回不來了 就是只差一天 所以 所以這個部分呢 到底要分成兩個部分 自後疫情 疫情前跟疫情後 那這樣子整個在整個單位 國際布局上面 國際市場 位於我們的一個 也就是說你在對於智慧農業上面 我國農業智慧農業上面 輸出的對象是什麼 像剛剛神總那個他的誇得很清楚 他是中東國家 那個部分其實我覺得蠻好的一個東西 是因為曾經塔達的那邊的一個長官 他就說他願意一把五千五百塊的蔥 他都願意買 所以也就是說他其實是有一個市場的需求 那這整個這樣子底下 那整個單位在國際市場上面呢 會遭遇到哪些的困難 那我們怎麼樣去克服他 所以那我們當然首先先請我們 古田科技的陳總來跟大家分享 那下一位我們就是請我們高總 因為他也輸出他的相關的科技到國際去勢 是 謝謝陳老師 那這邊呢我們公司目前的國際市場 其實都是以都會型的農業為主 所以我們輸出的就是以新加坡 日本 澳門 香港 甚至紐約 巴黎 就是都會地區獲得地匣人籌的國家 基本上都是這樣智慧農業潛在的輸出對象 那如果按照剛剛的嘉義的智慧平台 他就屬於大型戶外 以美工頃為單位的 那這樣的方式呢就不適合都會農業 比方說水耕 氣耕 但是如果跟一般像AIOT sensor 我們做合作那其實是有可能的 是可行的 所以它的輸出的範圍就會擴大 比方說掃水區 比方說新疆啦 中東沙漠區啊 或者是說比方說掃地的地方 比方說新加坡啦 紐約他們本來就沒有田 他根本沒有農田這個概念的時候 那雙方面的結合其實就可以提供非常好的幫助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要打開國際市場的時候 需要透過哪些管道 那其實我們也花了很多冤枉錢 交了很多學費 那撇開研發費用不算 我剛剛研發這五六年來的經費就超過三四千萬 但是在打國際貿易這一條路上我們發現呢 如果我們只是去參展 其實很有可能就是你拿了很多的LEED 就是我們認為是有效名單 但是在後續的Follow的時候 其實它是有它的困難的 Maybe它只是它一時盡期 或者它根本就沒有剛剛講的 連土地跟資金上面的籌備都沒有這樣的概念的時候 其實這些LEED在會場覺得是有效LEED 但當你回到台灣的時候 那根本就是無效名單 所以我們發現反而是參加台灣的國際協會 比方說台灣伊朗協會 這個對我們在東東的幫助就有非常的大 因為參加這個協會本身就是老鳥 它本身它這些公司在東東 它就已經有非常好的琢磨 不管是在汽車零件或者機械上面 所以它對當地的了解 是遠遠超過我們這些菜比巴的 因為它給我們的建議就非常非常的道地 那第二個比方說全球華商經貿協會 那這些呢都非常對於我們商品的曝光 跟能見度都有一定的幫助 這是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另外就是在遭遇的困難跟阻礙 其實相當的多 不管是法規 法規 比方說泰國6月9號突然就頒了一個憲法 他把所有需要申請種植執照 全部拿掉了 所以你在前面四五年 你花了這麼多的錢 通過種種的驗證 申請的種植執照 從6月9號 suddenly一夜之間 不需要了 全民開放 像這種政令跟法規 那第二個就是宗教民情 比方說我們在中東 很多的首飾 我們在夏威夷 這個是Aloha 可是在那邊可能就抵觸了 很多很多我們意想不到的 所以我們這邊提出來的建議就是 要善用以遺制遺的文化融合方式 我們會大量的採用當地人 最好是當地的台灣留學生 或者是中東來台的留學生 這樣的話第一個我們溝通方便 第二個他會非常貼切的告訴我們 當地的民情風俗 有什麼樣我們可以提供的 因地質疑的商業模式 進而就完成POB的部分 那以上是我們的小小的建議 哇太棒了 那我們接下來請高總跟我們建議一下 謝謝座長還有線上的各位朋友 那我們這邊對於國際的業務發展 就是覺得運氣還不錯 就是其實剛剛 回應剛剛那個補填的申總說的 就是當地的資源其實很重要 你要到人家的地方去開發業務的話 其實當地的合作夥伴就非常重要 那我們這邊算是運氣還不錯 就是在日本還有在東南亞 都有很不錯的當地的廠商 可以來幫我們 不能說廠商 應該說合作夥伴 可以幫我們解決很多剛剛申總說的 有這些問題 那再來就是在與會之前 有一個稍微有談到說 希望可以講一下說 怎麼打開國際市場的管道 那我們這邊的做法其實是參展 就是參加一些國際型的展覽 那像我們是在做無人機 所以我們就會去參加國際型展覽 大概是這樣 OK 那以上就是一個小小的 謝謝 謝謝 是 所以其實 其實剛剛沈總跟高總都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要用當地的資源 以儀之儀的方式 那我們陳經理你這邊有沒有要分享的 嗯 好啊 那我這邊也分享一下 因為我覺得台灣無論是在農產品啊 種苗以及就是這些加工製成品 在外小上面其實都很有競爭力 因為台灣的農業其實一直都在全球 算屬於一個領先的地位 那台灣的工業就像是自動化半導體 自信相關產業 那也是國際上有名的 那這些其實都是我們智慧農業的一個硬底子 跟軟實力 所以國際市場上面我認為 其實都還蠻了解台灣在這上面的一個實力 所以在銷售上面 我們過去其實也就是會去參加展覽 或者是提供樣品 然後去拜訪客戶 然後去讓他們直接看到設備 然後他就會了解說 這樣子的設備的能力 以及他應用的領域 那他們就會買單了 可是就如剛剛老師說的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現在要出國很難 就出去七天回來七天 這樣子半個月可能就不見了 那這樣的話就是就變成說 跟國外客戶溝通上面 就沒辦法像過去可以face to face 或者是直接拿產品 讓他去實際摸摸去了解 產品的功能性是如何 所以就變成說 需要一些數據或者是案例 那就會變得很重要了 就如剛剛也就是科長一直講的 就是必須要讓這些農業上的一些 智慧農業的應用是可以落地 那當然這些數據跟案例不可能憑空而來 就是必須要去具備一些資訊收集能力 才能夠有這些量化的數據 那有數據我們才能去建這些模型 然後才會有些雲段應用 才會有後續的數位雲的服務 所以我會認為說 就是我們資訊業者這邊 或者是台灣的設備業者 其實我們應該要比較紮實的去做這些基礎的 基礎設備的開發 然後去把這些基礎設備放到場域裡面 去做一些實際的驗證 那真正的讓它去落地 讓農民覺得它好用 那有了這些資訊的數據 那會有這些案例 我想就是這真的是可以更在台灣行銷世界 那這以上是我的著見 謝謝 所以陳婷你其實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我們資訊業者就是要 基礎的開發要夠紮實 那其實像我們在無人機業者這邊 那也是有相當多的一個經驗 那對於這樣子要給我們怎麼樣一個建立 就是如果是業者要具備哪些條件 還有再希望政府給予什麼樣的support 這邊呢 是 那陳婷你來 您先抱歉 好 那這邊其實我覺得就是過往政策面上面 政府其實有提供很多的補助 從早期的農機跟設施的補助 其實政府就是政府單位其實都給了很多補助 那一直到就是近年這兩年來就是有雲氏集 還有老師這邊有提到雲氏帶的這些計畫案的數位服務的補助 可以了解到說政府真的知道農民的煩惱在哪裡 農民就真的對智慧農業是有需求的 可是就如先前我們提到的就是這些數位服務其實是需要建立在資訊以及數據的基礎上面 才能夠有這些數位服務 所以我也很認同李科長那邊一直講到的就是地方政府這裡應該是想辦法讓這些技術以及這些資訊業者的可以讓農民真的是用得起來他們覺得好用 所以我這也是希望說就是政府可以再多多的去對於就是有意願投入智慧農業基礎資訊 收集這些農民給他們一些獎勵措施 那農民就會覺得說他投入到就是就是導入IoT設備到設施裡面或田間 然後取得這些資訊數據然後有共享或者是他改善了他現在的生活 那給他們一些獎勵措施那他們就會更有意願的去把這些設備加進來然後去讓他們的場域裡面有更多的數位化的設備 那這樣的話其實我覺得應用就不會被困在一個示範場域裡面就真的是可以走到田間 然後走到田間了之後就可以減少農民之間的數位認知的落差就不會有些青農他原本是從科技業回家他們其實就很了解知道怎麼用 那有些是他有想要轉型的他有去上些課他有一些初步了解他就可以慢慢的學習 那我們也可以希望說就是一些老農他其實可以透過這樣的資訊再加上他原本的一些經驗把它加值進來 然後讓一些新進來的青農他可以有一些決策上的輔助才不會就是就是有一些資訊上的不對等 那我想這樣子才可以就建立一個就是像是農民的資訊的互聯網就除了我們IoT設備數據的資訊之外 農民的一些知識也可以互相的一些就是互相的幫助那其實就可以滿足我們一些新農業或者現在在講智慧農業對於資訊的一些渴望 那當這些科技設備的補給數據到位的自然而然的數位服務這些就會開始蓬勃發展 那耕種習慣也就可以有些改善那這樣就會有進入一個良性循環 所以在政府啊農民啊消費者甚至就是我們的農業的生態環境就會有一個多多影的一個局面產生 那大家生活就會越過的越來越好謝謝 那高總您這邊有怎麼樣給我們什麼樣的建議 那個謝謝老師那個建議不敢啊 因為我想剛剛其實看了剛剛大家的內容其實大家都有海外的經驗 所以我還是回到剛剛講的就是如果說發展的我們發展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認為說如果大家可以成群結隊 對不對團結力量大 那我想今天大家在參與這個座談的時候 我們各自都有各自的專業領域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個專業領域呢 各自的專業領域融合成一個完整的solution 那我想這個對於智慧農業的發展 還有各地的這些需要這樣這些科技應用的客戶 就是潛在客戶都會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OK 謝謝 謝謝高總 其實在這個pub底下 我們其實一直在強調的就是 如果把台灣當成是一個基地 然後這個基地是大家一起先整併 把這個技術先量能先提升上來的時候 再做打群架的方式去做整場輸出 台灣農業其實在國際間是相當知名的 所以雖然我們國家是小 可是它其實量能是相當大的 可是因為它地小 它其實更有辦法把整個技術 是整個集中火力的去發展 所以只要把這個集中火力發展之後 接下來把餅做大之後就可以行銷國際 甚至可以將台灣的農業 甚至像農產品要出口的時候 就一併的就會帶出去 我想這也是大家 我想大家在這邊 雨潭的都是有一定的共識 那不曉得以上的就這樣的議題 我們各位雨潭人 或者是我們線上的好朋友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建議 或者是問題要問我們的雨潭人 還有或者是我們雨潭人 還有或者是我們雨潭人 有什麼樣的一個 有什麼樣的建議 要跟我們現場的好朋友來分享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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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哪一位要先来 那我们沈总 沈总要先来吧 好 那我们就分享一个小小的经验 在杜拜 那杜拜现在呢 这个他们分为杜拜邦伯 阿布达比这边 他们的有两个国家级的案子 一个案子叫做食品科技矽谷 另外一个案子是阿联酋航空 他自己盖了一个智慧农业园区 那这两个案子都是上百亿美金 那因为我们亚洲人 对于阿拉伯来讲 其实亚洲对他的概念就是中国 因为他们一直因为美国这边的介入 其实他们对于中国的依赖 是高过美国的 所以我们台湾的农业技术 对他们来讲是相当陌生的 他知道台湾很棒 可是他们信任中国多一点 因为中国很简单 就是比我们便宜 那我们想要进入那样的市场呢 其实就必须要透过 刚刚所谓的代理 或者是我们的JV的合作厂商 因为单凭我们自己 第一个语言的问题 进不去的 第二个就是 阿博人他们那里中中 他们是有皇室的背景 他们的文化跟我们台湾完全相反 台湾是比方说这一次新竹的球场 12亿之乱 那大家马上好感度降低 就认为官商之间可能有密切的连结 可是中东不是这样想的 中东如果发生了棒球场12亿 他会认为这个政治人物 才是我们需要的政治人物 因为他撑起了商业一片天 所以这是完全颠覆我们台商的观念 我们完全是瞠目结舌 所以在不同的民情之下 我们唯一能够借助的 就是当地的合作厂商 然后请他们在当地建立 Branch Office 或是Branch Company 因为在杜拜如果我们要自己 去设立一家子公司 他光是商业注册费 像我们台湾年度税 他一年就100万台币 那你要付他那些 Lily Coco加起来 你光是设立那些 有的没的机构就1000万了 那我们甚至试着要去百货公司 只是租一个小小的店 做生菜沙拉 一年的租金就1000万台币 所以想都不要想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 真的以移至移 是最快速的方式 前面很辛苦 但是很值得 那第二个要给各位的提醒就是 像我们面对的中东市场 他们是非常狡猾多乍的 他们深信多疑 所以呢 他骗人的东西是非常多的 几乎是一半以上 所以我们在经过几次 写的教训以后 我们发现签约第一个条款 大家要互相提醒的 就是落日条款 所谓的落日条款就是 我不管你是皇宫国戚 还是你是多大的财团 我们在签约的首要条例 就是一年之内必须要有订单 如果没有订单 就是我们的天花板 就是你至少要有一个订单 如果没有达到这么简单的天花板 那对不起 你就要回到地板 落日条款 我们之间合约解除 因为这样你才可以去寻找第二个 那以上 太棒的经验了 那高总你这边有相关的经验吗 来跟大家分享 我这边因为我们不懂中东 所以在签这个MOU的时候 就是exclusive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是可以讨论的嘛 那我们签的都不是exclusive 所以比较不会有落日的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东南亚这边 其实你在先进的国家 大概那个关系人 连接人 第一个会跟你讲说 我是某某大会社大公司出来的 我跟什么老板很熟 这个都是话术 但是我们发现很有趣的就是说 在先进的国家 日本啊 美国啊 什么欧洲啊 这种比较先进的 大家会拿公司 国际知名的公司来当砍棒 我跟你讲 在东南亚 就是如果在泰国的话 就是他跟皇室啦 皇后啦 还是王子啦 这一类的 不然就是讲说 我跟什么叉叉将军 我想大家在在这些地方跑 一定都听过这些事情 但是我觉得求证在求证 就是当地local的那个support 就是最好的 就是刚刚其实沈总 我讲JV这件事情 我觉得JV这件事情 就是在东南亚 我们已经知道说 有些国家其实 你在那边跟人家JV公司的话 对方当地人必须要持股 百分之五十一以上 就是一半以上 那这个其实 对我们来讲 就会却富了 因为你跟他合资 那他股份比起大 那基本上是他在掌控的 所以 但是你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 例如说 你想利用的是他的关系 还有他在地的一些 人脉跟资源 那就大家就是要讲清楚 我觉得落日调款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也再强调一次 大家可以分享 就是这个谢谢 一样是要以移制 以用弱制调款 那陈静你这边 有没有相关的经验 是就海波社这边 其实比较少 跟当地政府的 有密切合作 我们主要是跟 当地的厂商 那相同的就是 其实我也蛮认同 就是沈总跟高总 这边的说法 就是因为各个国家 他们的民情不一样 需求不一样 所以其实 由当地的厂商来告诉我们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那由于海波特本身 其实是一个家 就是有制造能力的制造工厂 我们自己可以制造设备 所以我们跟当地厂商合作的时候 我们是提供他们这样子的设备 就是他可以采用不同合作方式 他可以用销售的 或者是委托制造的模式 那我们是用共同合作模式 在做海外的市场的经营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觉得会比较容易打进去 半户军奋战 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就真的被坑的几率很高 谢谢 那我们科长 要不要建议 有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 直接带着我们去打群架 来 科长 真的 针对国外环境的部分 我们不是那么了解啦 但是人在异乡嘛 有办当然是最好的 当然那这样可能就看 农委会如果认为说 我们在技术 其实不只农委会 我觉得是经济部工业局啊 就是我们中央机关 如果认为说 我们台湾智慧农业的技术 其实已经是很先进了 那有很多地方 其实就算不到说非常先进 但是有些地方 其实已经是可以去做推广了 我觉得这是可以跟业者一起出去的 我觉得业者真的也是需要政府的支援 其实也可以 我们工业局经济部跟工业局 还有经济部里面的科技处这边 他们其实都是有会带着我们业者跟国外一起去打交道的 所以政府上面其实有相当多的平台在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总挂一句话还是要以一致疑 然后大家一起打群将 这样才可以打得很 所以以上 那不晓得各位线上的好朋友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或者是要问题要提出来 OK谢谢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交给主持人 主持人麻烦您 谢谢我们陈文亮教授 以及所有的讲者担任今天非常精彩对谈活动的参与者 这次感谢你们 同时也谢谢今天线上有上百位的与会来宾朋友 相信今天大家都是收获满满的 那在本日会议的最后呢 要请大家点开聊天室呢 正在传送的线上问卷连结协助填写 您的每一份宝贵建议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我是今天的思宜Penny 智慧城乡产业生态细迹 创新应用分享研讨会在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参与 再次感谢今天的座长以及所有的语谈人 希望大家都有丰富的收获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